108年综合所得税从5月1号开征 而今年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 申报的动线有所管制和改变 除了申报教室从6楼改到1楼的大厅 而且每个人要量体温戴口罩 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 一次限制20人入内申报 国税局也建议大家尽量在家用网路申报 最可以达到防疫的效果 配合防疫政策 今年申报综合所得税的动线有所调整 申报教室从原本6楼大礼堂改到1楼 进出口的动线都有管制 而且设施了检疫站帮报税人来量体温 并且要求戴口罩 而为了确保安全社交距离 一次只能够有20个人入内申报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年的所得场地 是从6楼都1到1楼 我们的1楼因为座位有限 所以我们只是大概1楼的位置 只能容纳20个人 所以超过20个人的话 我们只好请乡亲们 我们在户外有一个等候区 但是乡亲们进来的话 我们先会量额温 进来以后我们就会给他一个号码牌 然后号码牌又等着叫号 因为我们就是怕乡亲们 这个我们的场地 因为外面的地方是网络申报 那还有一个地方是查调所得 那还有一个地方是税尔市上 分在三个不同的地区 那我们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地板上面 我们也就是说也做了一些的指示牌 那依照颜色 我们进来的时候都会给他一个不同的颜色 那请乡亲 依照他手上他手上的这个 这个不同的颜色的字 那个不同颜色的那个号码牌 那我们就说请他依照我们所指示 网络申报到网络申报的地区去 然后呢按照这个地上的一个指示 到查调所得 或是到那个岁额四川的地区 那乡亲们都非常的配合 国税局花联分局在一楼户外广场 搭设帐篷也架设电风扇 让等待叫号的民众可以先做休息 工作人员也依需引导 带领报税人可以完成各项的申报作业 不过国税局还是建议民众 最好在家里使用网络来申报 安全又快速 那我们对于就是以往乡亲们都是说 因为他们家里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读卡机 那我们今年呢 就说请乡亲们 如果没有读卡机的话 那么你可以拿你的健保卡 到那个四大超商的那个 试误机上面 去把那个他的那个 插询码插出来以后 那你就可以拿回家以后 把这个插询码 打进去你的这个 他的一个脚船系统 报脚税系统上面 他依需呢 打入他所需要的插询码 还有你家里的负号 那么你就可以完成网络申报 所以我们也呼吁说乡亲们 因为疫情的关系尽量的 就呼吁乡亲们能够网络申报 在家里网络申报 就尽量网络申报 国税局表示 再加上网申报的民众 还可以参加首奖高达五万元的抽奖 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如果有任何申报所得税的疑问 也可以拨打国税局的服务专线来查询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